他们到了最核心的这个现场以后 身上是穿着这种防化服的 那这种防化服我了解了一下 实际上是他们工作时 必须要穿的一种轻型的防化服 轻型的防化服呢 它是通过这种外挂的这种 过滤器来呼吸空气 达到保护 这一定必须要穿的 在这个指挥部的现场 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些重型的防化服 这个重型的防化服呢 它的不同在于 它要背着一个氧气罐 通过氧气罐为自己供氧 也就是说在形式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的话 会和外界的空气隔离 只呼吸这个氧气罐里面的这个氧气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没有使用这个重型的防化服 而我也跟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一下 他们现在身着的这种 我们看到的这种防化服呢 只是他们的工作服 是他们按照规定 必须要穿的一种防化服 关于最新的情况 我们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拍摄的一种一个视频 请我的导播给我们播放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爆炸点 仍然是在冒着烟的 当这个起风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在非常担心的是 这个烟雾扩散的时候 会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空气质量 我们的土壤质量 是不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